跌跌不休的股市 让中国经济社会增添许多不稳定因素 专爱人民银行从去年11月以来 第五度降准、第四度降息 稳定人心意味浓厚 但为何仍救不起股市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中国股市近期震荡剧烈 股市已经蒸发约两兆美元 请教老师 中国降息下猛药 为什么还是救不起股市 是我们说希腊 灾物可怕 可是大家都说了 其实现在更可怕的 就是中国的这样种泡沫经济 那中国的泡沫经济 因为它这个量是非常之大的 那我们也都知道 近期这一年多以来 中国的股市是暴起暴落 这个东西就是反映出了 它是一个强烈的投机市场 而且是一个泡沫经济的反应 我们都知道这个股市 然后泡沫了以后 它就会跟什么东西连在一起 就是跟房地产的这种炒作连在一起 那在任何地方都一样 那中国当然也是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今天的这个中国经济 那已经到达这个硬着陆了这样的边缘 那现在这个反映出来是在那个房地产 然后它也都要崩盘了 然后在跟它相连的这个股市 那个股市然后他们钱这个非常多 然后在这里是炒作的 所以我一直讲说 现在的股市并不是经济的橱窗 然后现在就变成一个投机炒作的这样一种市场 尤其新天 这个中国是全民结股 那现在这个其实股市暴起暴落 然后最后是谁倒霉 就是这些散富 这些散入了很多的这样的这个资金 它并不是自己的储蓄 而是是借来的 所以以后不止在经济方面 它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在这个其他方面 社会方面 那个问题会更大 然后回过头来说 为什么中国 然后又要去 要去就将股市救不起来 那股市本来就不是 那个你要去救它 怎么样 因为你要让这个市场 然后尽量去反映 即使你这个政府去干预 到最后你还是没有办法 然后跟其他的 怎样种这个资金 然后去做对咒了 所以在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去救了 然后我们看到 最近它用了各种各种的方式 可是这个效果是越来越少 而且有一点非常重要了 因为中国的股市 不只是在经济面 它还有政治面 这个政治面就是高层的政治斗争 我们都知道江派是要放空 然后后来这个李克强的他们呢 怎么样要去把那个股市 然后不要让它然后变成破灭 所以这方面现在这个政治 然后经济两种力量 它是纠葛 那更加的使这个中国的这个股市 没有办法 像一般的这样一种健康的这样一种市场 所以在现在来看 它是会真的是会崩盘 崩盘没有办法用政府的这样一种力量 然后去救它 所以你说要去救中国股市 那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要去救中国股市